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不是因为我 因为家人 所以你拍完这部片子之后 跟家人的关系看起来是越来越好 你会常常会去上英后座谈吗 有时候我直直会去 然后这礼拜我哥也会上去去台北 去跑一些英后 我今天回来是因为我直直他高职毕业 他有一个成果发表 你直直高职已经毕业 即将要毕业 所以拍片的时候应该是小学还是国中 那已经片子有拍了四五年 四五年的时间 你其实是嘉义民雄人 现在在丁了这个地方 可以说一些你对我们民雄的印象吗 在民雄我其实也算我来吃 我出事在家里市 你出事在家里市 我是因为我爸爸那时候 因为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在国家三年 离聚后来这里民雄国小的头四年 所以你不是在这里出事 为嘉义市房来这里 是这样 都一直住在丁了那裡 没有 我以前住那些地方 在丁英国那里面 他们都说那叫中正 中正 对 那叫中正 我们在那住 在那住多久 也住很久 十几年有 对 也是在那里 那也是一间 也是一间 透天的 对 跟我们现在住的同样 都是三楼 四楼 没有 你对民雄的印象是什么 对民雄的印象 那时候做孩子 就是感觉到这里 四楼都很看 都很好走 对 买到的地方很多 我们以前都会去那 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学生 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条路 悬楼 对悬楼 都会经常去那里 踏悬楼 不然就去那边 有人在那里 有没有 旁边搜楼 都会有 可能是 可能是 他们水准吧 大楼 也不算水准 算大楼 在大雪路旁边 就是在那条路 在悬楼旁边 还有那些大楼 对 对啊 对啊 水楼很清晰 我们小时候 都会去那里 那里面 那里面有时候 会捏一些四楼 或是捏蟋 有时候 我捏到爪 只是说 那时候不是生意 我看见 好像不是 好像是爪 对啊 就都这样 就没有 就走去当银国后里面 我是当银国后 你是当银国后 你当银国后 去那里面 因为那时候会去 去当银国后 是因为我妈妈 她以前在 台大公城那里 去那里面 去那里面 那里面 就是宝森大地庙 那里面 在那里面 所以 在那里面 都出事 差不多三四点 就要出门了 就整个地方排排过 那里面 就以前都去那里面 对 因为要去封门 我有去找 你的国中同学 你的国中同学 也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阿爸丸 是 张志远 他有跟我说 看你的秘密 就是说 他有一个好奇 他刚刚说 他以前是这种 自幽班 然后到了三年级 突然间 变成放流班 所以他感觉很好奇 说到底你是 人生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时候 在那 我们说的 生学班 因为 我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 我们 听到对 对人没对吧 我文科还可以 但是 素科到理科 我就是没法 我那个 头部就是小的 我 怎样学 就是学习 所以 工科就开始插 那那时候 其实 我们说实在 我 那时候做的小孩 也不是说 轻微 轻微 我们也不是说 很乖的小孩 我那时候是很坏的 在五百年时 怎样 就是 常常跟人家玩家 稍微打 是啊 老师也都很疼痛 常常都 在家人 不然 大家都对我很疼痛 不然 那时候 只剩下班 我也不知道 我就不会让我 本来拍班 对啊 他们说要放五班 对啊 会做挫折吗 当然 当然 我也觉得 沒關係 我觉得全世界 都给他放棄 我说真的 所以你自小的感觉 自己很孤独 很孤独 又很叛逆 因为没人理解 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 我自己 日记就是 看过一天算一天 所以这个中间 对你来说 是一个人生的转折吗 从一个 所谓的支优班 到放牛班 嗯 应该是 论真说 是让我感觉说 那时候我相信 我要靠我自己 嗯 我不能相信 人 嗯 因为我去拍班 第一天 我就去上班 嗯 就是让我自己的 国家的同学 嗯 嗯 好 啊 在那时候 开始 就 因为就越来越偏差 就常常都 都 不去学校啊 嗯 都走去台厄间啊 嗯 不然就去董球啊 嗯 对啊 就是都过那种 过那种 人在说 这个孩子 大家那时候 我 那时候大家都说 啊这个孩子 我也没差 我是说好啊 我就叫他 嗯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 这就是 你会认真去学校说 沒關係 就是台人都 对你都放棄了 嗯 也没人 你也没人可以相信 你如果要做什么事情 你 有你可以靠自己而已 嗯 那时候 会想着说 自己后天变成了一个 作词吗 那时候说实在还不 嗯 对啊 那时候 其实是白了 因为 因为我家的 那时候年课 我家的 很片片的 都拿去拍台 哈哈哈哈 啊不然就存一些 嗯 可能用心化的那种 嗯 那我拿去補格子 嗯 去補格子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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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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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格子有去考 我沒有人玩好玩 沒什麼在討論 去考一個時 考完分數還算不錯 去報道的時候 沒有調查 我沒有去台花鄉的工庫 工庫 去台工庫設計 在那時開始接觸到的味道 那時才發現說 我好像對味道有一點點有天分 因為我那時在好好味道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整個阿波就要去 去報協調啊 或是 去水柴啊 那時就開始媽媽 那時心情 比較稍微安定一點 嗯 最後因為 生活的需要 說要去打工 然後我幫過後就去 因為我家 我家以前在一間 MTV 在上班 然後就像這樣 就這樣介紹 然後我就去 因為那時都要做海報 送的皮膚品 嗯 然後就去那 去那打工了 嗯 去那打工後 才去 接觸到 去放片 因為MTV 也有要去放片 對啊 這樣放片的時候 就開始接觸到電影 嗯 那時就 也不知道有什麼 就是 看這麼多電影 看了就是有一個很大很大很大的現象 就是說 我也想要拍電影 MTV很重要 我那時 你 我那時 看 世心的時候 看三傳的時候 我也常常去追MTV 所以看什麼 褚福高達四百級 王家衛 對 對 宮崎駿 這些時候在台北看這種藝術電影 不太簡單 對啊 這個其實 我記得是太陽戲 所以在太陽戲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很多這種光大的碟片 那碟片就很多這種所謂的藝術電影或是國際電影 我的時代可能還比較前 因為我那時看的都是VHS 噢噢噢噢 對對對 就很早的 對啊 那時就是因為這樣 也不知道是怎樣 那時就想說 好 我有機會我也要拍電影 所以我在那十八歲 我還有一個 那時比起之後 我就有一個人 轉到 我就走到台北 嗯 你剛說過一句話就說 打紀錄片是很高度的 但是真自由 嗯 所以打紀錄片是 讓你感覺 那樣的高度 是怎樣的自由 對你自己來說 以前感覺 打紀錄片應該就是 沒有錢的人才去打紀錄片 我煮到自己的原因 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本身的盡控就是這樣 嗯 因為你如果要去 你說你要做 要去 極真 要做極真皮 你一定要有一筆 要有交足金 嗯 對啊 我們就是因為沒有錢 在想說 不然用時間去賣 嗯 錢慢慢地出 慢慢地出 對啊 所以 那時候也會覺得說 那時候也會覺得說 因為沒有錢 你也沒辦法找別人來賣 三天 嗯 那就是自己賣 嗯 那感覺就覺得說 欸 久來你會覺得自己的貴鄉 是有那個感覺 嗯 感覺說 喔 雖然很高度 但又很重要 嗯 對啊 你不用 因為我們以前在公共公司 還是電影公司的時候 你要打 比如說公國 嗯 就是 那邊界都很多人 出了很多人 啊時間上也 啊 記錄皮自己一個人可以出去了 對啊 嗯 你就記起 啊 腳踢就帶著 嗯 就出去了 嗯 嗯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覺得說 自己的 自己的情感 很享受 嗯 這個感覺不只是一個自由 你也說過 說 打記錄皮可以走進 白人的這個寺廟裡面 嗯 你覺得走進 白人的寺廟那麼簡單 是走進你自己的寺廟那麼簡單 在打皮的時候 因為你的神人之家 或是怕你在自己的死命裡面 我感覺都不簡單 都不簡單 應該是不一樣的,不簡單吧 不一樣,因為你要去進入人家 譬如說人家的生活、家庭裡面 其實有很多事情和很多條件 你要去思考 就是有的東西他們可能沒去讓你去 就算你去去,你可能也不能用 我當然不是說這不好 因為這本來就是一個論理的問題 還有一個最大的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就是 在別人的時候,你有可能有很多時候 你都沒辦法去去去去 就是你可以放到東西的電動比較多 因為你不可能有很長時間 譬如說你真的跟這個主角 或是跟這個故事的人 真的因為有一個好到有一個已經 要怎麼說,已經好到很好的程度 才有可能這樣 對啦 那不然說實在要放到東西 其實都要放緣分 我是不知道要買 我還是自己回家做一些家庭記錄的時候 就是這麼理解就是說 其實自己家庭的人在做的事情 有時候其實都 可能每一天都一樣 對 你如果回家 在學習的時候,其實有一些 在學習的時候 跟自由度也比較高 怎麼說 一部份又很多,一部份又是自由 對 自由就是 你能夠四處走,四處走 因為你自己的家 你不可能在人家的家 你都四處走,四處走 比較沒有那個論理的問題 或是說你論理的問題比較不一樣 應該這樣說 那個時候,因為那時候 做自己家庭記錄 我也沒有去關這個 對啊 別人家庭,你不可能去四處走 對啊 啊 那麼多 那麼多就是說 要怎麼說 那麼多就是 你不去 我說 我現在回家想的那個比較就是 那個那麼多就是 你沒有一個 真的想要做什麼 嗯 你知道嗎? 但是你去那個別人的時候 有目的 會有一個目的 你有可能有一個基地 嗯 還是說你有一個基地想要去說 嗯 但是我以前 在做自己的家庭記錄的時候 其實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其實那時候 很單純就是說 想要回去 去 留一些做紀念 嗯 去那些東西 留起來做紀念 出來的 結果是很頻繁的 我告訴你 你的片子很頻繁 嗯 但是他又很有共鳴 嗯 就是說 神人之家啦 你頻繁的說 很多人可以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電影裡面找到 他自己的故事 找到他自己的影子 啊 所以他可能是一種放空的狀態底下 也說他沒有一個目的性的狀態 要找到一個題材對象 然後去很自由的去拍 啊拍出的是一個很日常的東西 我不知道 我看你的片子的時候 我就覺得 每個人都應該找到他自己的故事 我不知道 因為有可能啦 有可能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 因為這個作品 其實我 我買了 欸 那個初衷就是 想要 跟 比如說這四年 那些東西 啊 做一個作品 啊 讓我家裡的人看 嗯 其實那些是很單純的 那些生活 嗯 啊沒想到說 就是大家看了 就是 啊 當然他有那個緣分去 去發表 去跟 電影音 嗯 啊 觀眾看到大家有感 有那個 可能對自己的部分有 有共鳴還是有感受 嗯 這關是 主頭我就沒想到 這關是我就沒想到 嗯 嗯 所以 我是 我怎麼聽你這樣說 自己這麼有感覺 啊不然我沒感覺 哈哈 我們說實在 嗯 嗯 其實有時候那個沒有目的的 放空的拍攝 他才能夠拍到 日常生活當中 嗯 最自然 但是卻最有仗力的地方 有可能啦 我自己因為 自己也在學習 因為我覺得不管是拍 紀錄片或是拍任何東西 我覺得 嗯 要學的東西真的很多 嗯 每一次的緣分跟推動的 歷程其實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我我算有福氣啦 嗯 對 總是在每個歷程都可以學到很多 嗯 因為我看過一些家庭紀錄的片子裡面 都還是會刻意的去say很多的東西 刻意的去安排很多的東西 嗯 例如說帶他阿嬤去到某個他所懷念的地方 啊當然這部片子後面也有類似的 嗯 狀況 可是大部分 可是這種比例其實是很低的 是我自己在看你這部片子 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 嗯 哦 我自己是沒有想那麼多啦 嗯 因為那個時候 很單純 我只是想完成我母親的心願 嗯 嗯 對 那我會入鏡也是因為 我也不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拍的時候 我也不覺得說這個作品以後變成一部電影 嗯 我比較想 呃 是 會想要自己入鏡是因為 我也想把這個家庭錄像的素材 留下來 比如說五年後 十年後 我想要去回來看到我自己 嗯 也有被記錄下來 而且是在參與那些 我覺得我在這個歷程裡面一些很重要的時刻 嗯 嗯 但是他 就是因為這樣 嗯 但是他後來變成 可能是這部電影裡面很重要的幾個 對 幾個場景 嗯 對 那 你說 說可以也可以 對 那說無心插流流成 流成印也可以 對啊 嗯 嗯 在片子裡面其實 或者你在很多的訪問當中 那種說的說 因為要拍這部片的這個起點 起點是因為媽媽要拍他照 對 你第一次聽 你聽到這句話的時候有拍一張嗎 有沒有覺得 欸 怎麼有這種事情的發生 也沒有說拍一張 不過 就是 那一張電影掛掉了 不知道那個感覺很複雜 嗯 怎麼說 就是你會有一陣子你沒辦法去思考說 他怎麼會開始去想這些問題 嗯 他是身體不好嗎 嗯 還是他覺得這個人生已經過了 已經開始想要去 嗯 想要去 搞一個段落 對啊 他又想要去 自己處理一下 他想要去處理什麼不好的事情 嗯 嗯 對啊 你不會煩惱喔 就是因為會煩惱啊 這就是說 啊 是不是沒有回來看看 嗯 對啊 因為其實 因為就是 那個離開那個二十幾年 其實君母了 對我是 跟那個 跟那個 那個處理的關係就是 像我跟君母了 有在 有在 練習 嗯 嗯 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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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常常 讓我 我不要接 或是 他會說話 我 我 我的 我本來的 啊 啊 其實 那算 對我來說是 就是 就是 唯一的連結 嗯 啊 很薄弱 但是很強烈 嗯 對 啊 所以 所以 他那時候 跟我說這個 他這個 想法的 我才會覺得 他會 真的要去處理這個東西 嗯 嗯 媽媽是故意講這個的嗎 我想應該不是 嗯 我想應該不是 就是 他真的有 有 因為我們以前 我們阿嬤沒去的時候 嗯 那時候是請人用話 嗯 對 用話 阿倫媽也覺得很薄 沒有 我是說那個故意講 那是一種 親情的召喚 他 其實很 很陰莽 你回到他的身邊 自己有 很烈焦 我想 阿倫媽也應該不會 沒有 他沒有 我感覺他沒有那種 心思啦 嗯 他就是想到 他就是跟你說 這樣而已 你 不會 你自己去看 看 對啊 對啊 啊就是 因為這樣 才有 才有 家庭的 紀錄的開始 對啊 但是魯哥是我 這裡有這種 我會很煩惱 我也不知所措 我每天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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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喝 謝謝 謝謝 我每天都會 可以 多多 我每天都會 一定會 大家要 在這 平安 應該會 排練 還要很多 我 要 拌勻 然後 隱形 在這 他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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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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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神人之家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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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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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